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余,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税叫做智商税 并非由国家统一征收,但税种却五花八门,税率也惊人的高 智商税并非逢人就抽,但缴税者往往有其共通点 在当前的言论环境之下,所谓的韭菜也就成了他们的集体代名词 简单来说,智商税就是人们基于某种目的 花钱买了压根没用甚至有害的东西 也可以用于描述历史中著名的集体试制场面 本期就要为各位介绍中国近代史上三大智商税事件 首先,我们从那个将中青后推上中国首富的娃哈哈儿童营养疫事件说起 时间回到三十几年前的1998年 当时政治改革开放政策问世整整十年后 人们的生活水准日渐提高 在那个喝狼奶长大的孩子们当起父母的年代里 中国报纸上登出了一项由浙江大学联合科研机构进行的研究 内容是当时中国小学生的营养状况 报告上写着,在接受调查的3006名小学生中 有1336人患有程度不一的营养不良症 其中缺腥、缺钙、缺铁等营养元素的竞占到了将近一半的44.4% 这么高的比例,看在那些曾经经历艰苦日子的长辈们眼中一下子炸了锅 好不容易走出饥饿的三个年头 家家户户经济状况也宽裕了些 一家人投出在下一代身上的希望 怎么可以就这样再在所谓的营养不良上呢? 挖都长不好,那还怎么成才? 童年年底,中国第一支儿童营养役 也就是哇哈哈公司第一个产品问世 恰好为正在忧愁的父母们提供了完美的解答 在喝了哇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词助攻之下 哇哈哈营养口服役一下子打开了市场 消费者拿起瓶身一看成分 桂圆、红枣、山楂、莲子 就连稍有怀疑精神的家长心中疑虑也顿时打消 这营养役都是些传统的补品精华萃取而成,还能错吗? 然而,这一切当真这么恰好吗? 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 钟庆后不讳言地披露了内幕 带领他与整个哇哈哈走向成功的第一笔交易 自此飘出浓浓的智商随意味 原来当年那个吓坏全中国父母的科研调查 正是钟庆后本人委托进行的 而且还选在哇哈哈儿童营养役已开发完成 准备投入市场前夕四出 而哇哈哈这项产品正是由浙江大学医学营养系主任 朱寿明教授协助开发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 前面提过,这份调查报告正式由浙江大学联合所谓的科研机构共同发布 而产品开发者之一正好是浙江大学医学营养系主任 要说两者没点关系,谁能信呢? 然而,这项策略的时机与人心抓得实在太准 中国广大家长们在恐慌下买了一罐又一罐的营养液 完全不顾调查本身是否真的有经过科学检验 也不管瓶中装的议题是否能补足孩子们缺乏的心、钙铁 总之买就对了 一传时四传百 作为市场中唯一一支锁定儿童营养补给产品 哇哈哈三年销售额过亿 为中庆后日后多次登上中国首富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人父母,事关子女的健康与发展 心急之下花为韭菜也无可厚非 然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水化油事件 却是死打死的大型智商检测现场 事件中受影响的已脱离了平民阶层 就连国家机构都被狠狠地讹了一笔 时间来到1984年 一个名叫王洪成的人 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把水变油的技术 只要添加极少量独家研发的水基燃料膨化之气 满桶清水断时可化为水基燃料 能量转换效率高于汽油柴油 成本低廉且无污染 基本可理解成为诺贝尔奖等级的伟大发明 这种奇迹式的膨化剂又被称作红尘机翼 发明者王洪成被捧上了天 中国经济日报将此技术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而人民日报更在头版写下一种高效廉价的水基膨化燃料 最近由国防科工委高级研究员王洪成研制成功 以表达对王的高度赞扬 事实上王洪成压根不是什么高级研究员 他小学才读到四年级就辍学一业 当年才刚满30岁 是哈尔滨的一名汽车司机 这样一个小学没毕业的汽车驾驶员 是如何扯出满天大谎 获得官媒宣传国家认可 甚至还被国防科工委授予大校军阶呢 说起王洪成倒还真的有几分头脑 虽然只是一介平民 但他已隐约察觉到自改革开放以来 上至政府下至名气 人人都在狂热地追求一个 可带领国家产业发展的大型投资项目 考量到当时世界接连爆发石油危机 这使得他灵机一动 廉价且能大量资产的新能源 那不就是完美的产品吗 于是王洪成先假冒多份证明文件 与海外学界的推荐信函 为自己立下多个专业人设 接着进一步伪造了中国科学院 王洪成发明成果文件等专业机构证书 甚至还自费拍了一部伪纪录片 弹古开天聊事片 中国王洪成 正常来说 在发明了所谓的随便邮寄书后 应该立即申请专利 募集资金 投赏后便可发达 但王洪成为了避免牛皮吹破 便以各种理由安排了全国巡演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 用更多的障眼法 为自己背书并拖延时间 在1993年 一次面对地方官员的表演中 王洪成利用简单的魔术手法 与化学尝试 将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胡得一愣一愣 当场就取得了官方的鉴定背书 过程也被王洪成找来的媒体录了下来 要知道 当时的中国最吃的就是这套 王洪成前夕做足后 根本不用自吹自擂 媒体就把他捧上了天 政府说的 亲眼看见的还会错吗 一船十四船百 王洪成创下的科学奇迹 开始在全国范围传播 1987年 中国国家纪委 发放了60万元人民币给王洪成 请他在河北胜利车厂 生产所谓的水机燃料 要知道80年代中国劳工平均月薪 在40元人民币左右 60万是什么概念呢 而他拿了钱也毫不客气 立刻就回到老家哈尔滨 买了两套住宅 然后继续若无其事的全国巡演 到了90年代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引发波湾战争 第三次石油危机爆发 新能源更成为当年 投资圈最火烫的领域 王洪成演了多年的水机燃料 再次被媒体关上 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名号 大肆翻炒 这次吸引了素食家企业 争相投资 总额达到惊人的4亿人民币 在造成的风气之下 王洪成俨然成为石油危机下的救世主 多次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 声势一时无双 然而牛皮总还是会有吹破的一天 事情闹得这么大 最终惊动了中央 在1995年 全国政协八届会议上 几位权威科学家 连同41名政协委员会 联名提案调查随便有事件 王洪成这才坦诚一切 他在1996年12月被逮捕 此后遭判刑10年 这起改革开放以来最大骗局 才忠告落幕 前面两起事件都还算是民间的事 接下来要介绍的 却直接上升至国家层级 相关人物触及中国政界高层 甚至还曾登上国际舞台 至今仍有信徒坚信不疑 回到上世纪80年代 那是个全世界风靡特异功能的时代 不仅美国CIA暗中推动了那极其神秘的新闻计划 中国更出了许多国保级大师 其中又以号称能用气功拦截原子弹的 岩辛最为出名 与本次介绍的其他人物不同 岩辛出身相当不一般 他早年自成都中医学院完成学业 具有国家认证资格 毕业后又任教于国立中医学校 负责中医内科 副科 技术理论等课程的教学 还曾担任班主任 我们姑且不论中医是否符合科学定义 但岩辛总算是具有正规学术背景的人物 然而进入到了1980年代 岩辛也搭上了细卷全球的特异功能热潮 开始在重庆中医研究所 以常规中西医手段和气功为病人进行治疗 随着时间过去 他的名头越来越大 连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 这些正规研究机构都寻求与他的合作 进行气功在物理与化学层面的应用研究 而在中国民间 岩辛更是家喻户晓的神人 他曾表演以气功现场治疗一名伤患 使其粉碎性骨折的伤势瞬间复原 而在1987年大兴安宁大火时 他更以气功大师的身份到场相助 根据后世技术 在大火猛烈燃烧时 岩辛百般借口就是不出手 眼见火快烧完 他才掐准时机摆着高人的架子发工 事后还撂下一句话 三天后火事必会缓解 果不其然 三天后或是被现场累得半死的解放军控制下来 大师不愧是大师 虽然这起事件如今看来可笑至极 但当时中国民间相信岩大师的人们并不在少数 就连领导城中也不乏其信徒 或许是膨胀了 岩辛在灭亡火后打铁趁热 发下豪雨 宣称自己发工后可拦截原子弹 幸好冷战最终没有转为热战 否则岩大师恐怕就得伤到中俄边境表演一招手撕核弹了 岩辛成功利用伪科学的特性 舍弃名利双手 也让全中国缴了难以计量的智商税 直到1995年 以合作修院士为首的科学家 在《工人日报》接连发表揭发气功伪科学的文章 揭露这一票气功大师的本质后 岩辛才赶忙逃离中国定居美国 有传闻指出 晚年的岩辛仍在加拿大与美国宣传气功生命科学实验与相关药品 但目前已不知下落 只能说 韭菜全球遍地都有 人只要敢吹 智商税 那绝对是源源不绝 好了 这一集的穷涉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来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